废柴老公中的一亿 第一件事却是想追回惦记多年的百月光 为了独吞奖金 他要求离婚 我不肯 于是他拉着一家人排挤我 甚至给我注射了毒药 抛尸郊外 可我死后才知道 那张彩票是个乌龙 他压根没中奖 在睁眼 他正把离婚协议书递到我面前 我笑笑 还有这好事呢 一听这话 前夫王善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 胡柯 我告诉你 我是认真的 我淡淡回应 我没说你不认真啊 少了个拖油瓶 可不是好事 他自尊心强 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 若不是公正人在场 这一拳恐怕会砸我脸上 去你妈的拖油瓶 老子没上班吗 俗话说得好 男人越没本事越好面 我冷笑 是 你也上班了 当个保安一个月框六次班 睡着十一次 工资客扣扣赚回来四百多 不够喝顿酒的 他被噎得说不出话 直到重生我才意识到 这么多年 他在我身边 就是有长得不咋地的小白脸 吃我的 花我的 色懒奸馋 样样都沾 但我怀疑他去神奇过流过学 画得饼会飞 他总在等着发财 说发了财 要给我豪车别墅 完美人生 可三天前他中了彩票 一个亿 一生一世花不完 为了不让我分到一分钱 他选择了对讲前离婚 给我的只有一巴掌 离婚 必须离婚 反了你了 够了 公正人发话 他不愿再看这场闹剧 既然都决定好了 那就签字等等 我站起身来 打断了他 公正人不解 胡小姐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啪一声巨响 我删了王善一巴掌 他被打网了 没事 现在两步相欠了 来聊聊 财产怎么分配吧 王善装得很慷慨 什么我都不要 老子惊身出户 你早点滚就行 我点点头 签了字 公正人傻眼 他本以为我们这对痴男怨女 需要拉着很久 上一世也确实如此 我天真的以为王善是心理由 我才选择惊身出户 我卑微地求他不要走 可实际上他只是盼着早点甩了我 好拿着奖金 追求他高中时 爱而不得的百月光业仪 领过离婚证以后 王善正式成为了我的前夫 他兴奋地发了条朋友圈 归来仍是少年 年少时的梦 我来了 发完 倘若无人地 坐在公用椅子上扣脚 贵员好心劝阻他 他反倒骂人家 老子爱干什么 你管得着吗 他心里 自己已经是一万富翁了 和这帮老百姓不是一回事 我淡定地从他身边路过 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心里窝火 胡磕 甭怪我没提醒你 我以后可就不是你盼得起的人了 不过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你以后要是落难了 求我一生 我也帮你 我强压嘴角 不必了 能先把你那大家子人 从我家请出去吗 他不懈道 你以为谁都乐意 和你这黄脸婆急一起 看他刺着那口被烟熏黄的大牙 我知道他已经开始幻想 和百月光的美好生活了 很好奇 等他对讲那天 会是多大的笑话 王善能这么爽快净身出户 还有个原因 是他从我这也捞不着什么了 房子是我爸妈留的遗产 是婚前财产 车子是买的破二手 这些年他无所事事 倒是把全家都接到了城里 吃喝拉萨衣食住行 都是我共挣 时间长了 他们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你说离了婚 王善他妈立即跳脚 什么 离婚 房呢 房可得给咱啊 动静太大 闹得全家都一起出洞了 再知道王善净身出户 这房子从此和他们在乌瓜葛以后 所有人都变脸了 他妈气急败坏 你这吓不出蛋的母鸡 还有脸要房子 王善娶了你 真是造孽哟 失去了利益关系以后 他终于扯下了和善的面具 你一个女人 又没孩子 要房子有什么用 将来不还是留给别人家了 你对老王家没点感情吗 王善不靠谱 我不想让孩子遭罪 我和他一直没个孩子 他心里一直是有怨气的 妈 咱不能搬出去啊 我的金宝怎么办 他妹挺得大肚子 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是哪个男人的 他劝我 嫂子 要不这婚别离了 房子留给金宝 我让他以后给你养老 成吗 他爸不说话 但气得一把将喝茶的杯子 摔碎在了底上 气氛剑拔弩张 他妹又打圆场 要不这样吧 离婚可以 但你给我一笔遣散费 好让我们有个去处 就是就是 我老人家平时哪亏待你了 泽泽 没一句人话 每个人眼里都露出贪婪的熏光 完全没了平日里虚伪的亲和 从前我一直把他们当家人 可上一世为了不让我分奖金 几个人按着我 强行给我注射了情话物 趁着夜色把我埋在了胶外 他们吵得不可开胶 王善却正拿着手机傻笑 看样子是计划着约夜衣吃饭 呵 这世界都颠成这样了 我也没必要太正常 行了 都不想走 那就交点房租不就成了 王善 你不会给不起吧 闭嘴 你这泼妇 你好歹是嫁进门的 这么说话不怕烂心烂肠 率先发难的是王善他吧 平日里他话最少 总一副高高在上的死人样 可我知道 他从心底把王善的不幸 归在我身上 当年王善要不是和你恋爱了 至于连高中都考不上 这是你欠他的 你还有脸要房子 我也不装了 有一句对一句 哟 还我欠他的 高中那时候他可看不上我 忙着给笑话当狗呢 你不知道啊 他把脸占红了 倒是王善听到笑话 就跟出电了一样 哪呢 他妈恨铁不成钢 你呀 房子都被人抢了 还想啥呢 哥 就是啊 你得了你外甥考虑啊 没了房子你还有啥呀 他妹这话 刺痛了他可怜的自尊 王善当场就急了 你说什么 我有什么 这些年吃穿用 不都是我共挣 我吃笑一声 凭你那四百块月薪 闭嘴 王善气急 就是一巴掌 错抽到了他妹脸上 痘大的泪珠 当场落了下来 你敢打我 没了嫂子 你算什么东西 还离婚 你还净身出户 你心里没点数 我儿子可怎么办啊 这个从小被哄着的巨婴 当场崩溃了 我搬了张凳子坐下 这狗咬狗的戏码 可不常见王善被骂几眼了 也不管我还在场 都偷了闭嘴行吗 老子中彩票了知道吗 一个亿 这辈子都花不完 一声怒吼 如平地惊雷 静 啥 真的 王善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彩票 想挥舞惊奇 他看向我 你真以为谁都乐意住你这破地方 爸 妈 咱出去 就住豪华大酒店 东西也被收了 再买新的 一家子傻眼了 一回过神 嘴脸就摆出来了 他妈让王善快把彩票收起来 生怕我抢了 他妹更是气焦嚣张 我家金宝以后就是富二代了 不稀罕你这破房子 你也别和他套近乎 一家子疯疯火火的收拾了行李 临行前 像躲蟑螂一样 对我逼之不及 可他妹却很诚实的 把我化妆品全偷走了 关上门那一刻 我看清了他们每个人脸上的鄙夷和嫌弃 他们就像寄生在我身上的马黄 吸血 还嫌你的血不够干净 不够甜 正到我以为王善的事 最多是自家乐子的时候 开上新闻了 他们搬走后 我家乡被土匪扫荡了 我花了一个下午 才把那一家子的垃圾 全都从我家清出去 打开手机一看 小区却出名了 同城热搜第一 并将小区惊险神秘富豪 大胆求爱有富之富 点进去一看 小区门口的广场上 有人用了数以万计的玫瑰花 摆成了一行大字 叶依依 我爱你 我这才知道 叶依依原来跟我住的同一个小区 而且早已经结婚了 难怪王善年纪轻轻 就非要当小区保安 原来是为了能默默守护他 热搜底下 叶依依丈夫的评论 被网友顶到了最前 这孙子谁啊 晚上睡觉别睡太死 一眼站岗一眼放哨 话里话外 火腰味十足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这位神秘富豪会深藏爱意 隐性埋名时 王善开了直播 他公开放话 评论我都看到了 老子姓王明善 你能拿我怎么低 一需要的是个有能耐的男人 比如说我 早点腾出位置 再过不了几天 我就会正式向他表白的 网友炸锅了 有的人需要整活 有的人天生就是个绝活 富哥 非我五十看看实力 爱好人妻 你也有枭雄之志 王善毕竟没啥文化 听不懂好赖话 他貌似很享受这种感觉 散财童子般的 在网上发着红包 巴不得让全世界知道他发达了 可很快这一声就来了 我查过了 这小子就是个保安 什么神秘富豪 我也查了 这钱都是贷的 散了吧 又是个假大款 隔着屏幕都看得出他气得手抖 他大骂 你们懂什么 我这叫抄钱消费懂不懂 有钱人都这样 一帮贱民 活该这辈子发不了财 走着瞧吧 等老子提了钱 给你们瞧瞧 你们这辈子都挣不到 啪一下直播被封了 我家门外 有人砸门 他大喊 王善是吧 死变态 滚出来 老子今天就来跟你算算账 第一时间 我都没赶应门 我家装的防盗防爆门 按理说固如金汤 可那人砸得极用力 仿佛整个房子都在抖 王善 滚出来 你不是很能耐吗 有本事抢人老婆 没本事应门 我开门后 身高两米的大汉 提着钢管就冲了进来 他大骂 那畜生呢 把我老婆害成这样 老子一定弄死他 嗨 我疑惑不解 要知道 王善可是叶一的资深舔狗 说着 他掏出手机 给我展示了王善的小号 他以保安的身份 在业主群里加了叶一好友 每天都自我感动地骚扰人家 还爱发现 由你朋友圈安安表白 今天见到你了 又是美好的一天 夏日炎炎 你还是这么甜 夜深人静想起你 真的很寂寞 上了新闻以后 王善甚至在业主群里 对叶一穷追猛打 一一 你还记得我们高中那时候吗 你送我的半张 只经我一直珍藏到了现在 一一 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了 就算我马上要成为一万富翁了 我也还是那个默默守护 你的小保安 叶一本就神经衰弱 差点被他吓成自闭症了 人呢 王善 滚出来 他眼里有杀意 还不等我向他解释 手机灯一声响了 王善又开直播了 视频里 他正要去对讲 过了十几个保镖 还隔空喊话 吕顺 你不就是健身教练吗 能挣几个钱 白白耽误一一挣多年 他需要的是 像我这样有能力的男人 知道吗 网友看热闹不嫌是大 纷纷起哄 真副歌呀 能不能直播追爱呀 想看 就是就是 真爱无敌 王善洋洋得意 吕顺气的后槽牙咬碎 就差没把钢管掰弯了 我宽慰他 别急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直播里 王善正意气风发的 把那张彩票 递给对讲的工作人员 那人仔细检查了一番 一脸疑惑 先生 很抱歉告诉你 这张彩票恐怕并没有中奖 你搞错了 没中奖 怎么可能 你别胡说 王善刺着的大牙一下收了回去 他气得直接翻进了柜台 抢回了彩票 怎么可能没中奖 这号码都是对的 你想讹我 去你妈的吧 工作人员一脸尴尬 先生 你这彩票不是我们官方网点买的 是不具有对讲资格的 王善傻眼 死死攥着那张彩票 破口大骂 怎么可能 你就是不想给我钱是吧 坑我们这些老百姓有意思吗 打老子一个一吐出来啊 他死拽着工作人员领子 与其说是对讲 不如说是在勒索 周围人都猛了 弹幕倒是乐了 反转了反转了 彩票都能买到假的呀 天才 我宣布可以出院了 安保反应过来以后 一把将王善按倒了 手机在争斗中掉到了地上 只能听见那边的动静 王善大骂 你们想干什么 老子可是一万富翁 这彩票怎么可能不是真的 你们就是想讹诈 信不信我报警 他妈的 还敢打我 都愣着干什么 可就是没人帮他 老板 我们可都是收钱办事 这一天这么多人至少五万块 你有钱吗 王善气急 又骂 你们这帮咋种 就知道钱 就知道欺负老实人 等着吧 等老子去对了彩票 拿钱砸死你们 去你妈的 装货还敢骂我们 弟兄们 给我打 桌子椅子被撞倒了 一帮人对着他 拳脚相加 王善的惨叫声 不绝缘 还不等我听清 直播又被封了 吕顺和我面面相去 扑子笑了出来 这小子彩票是假的 哈哈哈哈 老天真是有眼 可没让他高兴多久 王善又在夜主群里发消息了 一一 估计也都看到了吧 但这都不是真的 我在换个地方对讲就好了 我一定会开着豪车来迎娶你的 吕顺气的把手机都砸了 嘴里嚷嚷着 一定要痛打王善一顿 我看着他这人间太岁神一般的体格 甚是唬人 脑子里突然冒出好主意来 要不 你帮我忙 咱俩合作 一定能让你把这手给爆了 王善彻底火了 一次热搜两次直播 全程都对他高度关注 各大媒体都找上了他 彩票公司更是亲身下场 派了一整个代表团来 尽管对方小质疑里 动之以情 明说是他买错了 可王善听不近一点 他控诉对方 黑幕 都他妈黑幕 玩不起 普通人就是中不了奖是吧 出乎意料的 网友几乎一边倒的站在他这边 王善又飘了 仗着舆论的优势 在网上指贴骂地 天天一副胜券在握 马上就要名利双收的样子 只是偏偏他妹给我打了个电话 喂 嫂子 我是周周啊 你在咱家吧 能不能再收留我们两天呢 我笑问他 不是在住豪华酒店吗 怎么又惦记起 我家这小门小户了 他就差没挖一声哭出来 王善当时都离一分钱没有 愣是凭的张彩票 把全家的钱都忽悠着垫了出去 五星级酒店一晚上五千 四个人三间房 他爸妈养老金都烧干净了 他们被酒店赶了出来 无处可去 又想到了我 他妈接过话查 都说一夜夫妻百人 你跟王善夫妻三年 怎么得跟我们家有点恩情 让我们回去 成吗 好一个一夜夫妻百人 手机直播上的王善 还夸夸其谈 有了钱要怎么追求叶依依 我心里冷笑 别了 我还是喜欢你们 前些天桀骜不羁的样子 沉默 电话那头三个人像是死了 胡柯 我告诉你 不孝敬老人是要遭天谴的 你真以为大家伙都是瞎眼的 我把你这声闹出去 要你一辈子嫁不出去 他爸抓着电话狂吼 他妈也在一边用最脏的话 问候我全家 只有他被冷冰冰的威胁我 胡柯 亏我还叫你生嫂子 你记住了 等以为我哥精神出户 对房子就算是你的了 我们就算是闹 也能弄多的一声 我直接挂了电话 这一家子还是老德性 没一句人话 我目不转睛的 盯着电视直播 王善开始了他的表演 来来来 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我甚至在你们的买个彩票 还没到 就快了 王善大叫 半小时 三公里不到的路 愣是走了八条巷子 在经历了堪比西天取经的曲折后 王善指着一家极其破旧的彩票站 大喜过望 看到了吗 就是这 先说好 除了那一个亿 老子的精神损失费和名誉损失费 都对补上 牌上的字都打错了 老板见到王善第一句话就是 哎 你又来给我送 啊不 买彩票了 王善愣了愣 摄影师的镜头都抖了一下 他一般是不会笑的 除非我给你推荐的号码 包中的 老弟 王善的脸僵住了 但还是颤颤巍巍 把那张彩票递给了老板 我已经中了 我来对讲 老板嗷了一声 转身掏出一百块钱 说了个大拇指 你小子运气真好 所有人都笑了 快乐隔着屏幕都是震耳欲聋 王善的笑容消失了 转移到了我脸上 我不愿错失这个机会 当场给他打了个电话 大概是受了太大的打击 他接了 声音都在颤抖 喂 我强忍的笑 怎么不开心呀 是天生就不爱笑吗 他正打算开口骂街 我就挂了电话 顺便把他所有联系方式 全部删除拉黑了 网上炸锅了 正所谓抢导众人推 哈哈 装逼男好死 笑死我了 年度最佳喜剧 这男的之前好像还特意离了婚 渣男活该发不了财 姐姐好帅 我好爱 王善的诗迹 在网络上被扒了个金光 到处都是骂他渣男 陈世美的恶评 所有人都在声援我 我默默点赞了能看见的评论 相比起前世 被悄无声息的埋在郊外的地里 这是我应得的 可还没让我高兴多久 物业就给我打了电话 胡小姐 你家门口这些杂物太战流到了 能来清理一下吗 杂物 那就劳烦你们一下都丢了吧 我不在家 我用脚指头想都知道 估计是那一家子又回来了 物业支支吾吾的又说 不行啊 胡小姐 你家门口还有几个人 都说是你家里人 又吵又闹的 谁来骂谁 我们去了三次 都被赶回来了 我嗡了一声 那就报警好了 我暂时不住那边 只能让他们闹咯 早在旅顺找上门那天 我就料到了会有今天 于是我拜托他 让我搬进他们家住 而作为交换 我让他搬进了我们家 我告诉他 只要这样做 王善没过几天 就会自己送上门了 我在家门口装了监控 刚好可以看到这场闹剧 一家子 比出门那会儿带的东西还多 一次性的毛巾牙刷 就装了一兜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酒店被抢劫了 王善他妈不停地摁门铃 手脚并用 像是逃难的灾民一般敲门 可嘴上大骂 胡磕 滚出来 这也是我们家 至少只有一半是我们家的 你这贱妇 一肚子坏水 他爸在后边 手里提了桶红油漆 闪开闪开 我让全小区都知道 你这毒妇的事 我倒看看 你这还能不能过这日子 他妹则堵在楼梯口 冲着物业大喊 来人啊 欺负孕妇了 要杀人啊 想让我们家一失养命啊 物业被吓得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整个业主群都在骂这家子 可他们全然不拒 门突然开了 王善他妈不管不顾 跳起来就要扇人巴掌 这一巴掌 最终呼在了一块壮瘦的胸肌上 吕顺如同一尊杀神堵着门框 冷笑 这是我家 你们想干什么 他妈一下就被吓得腿软 跪倒在地上战战兢兢 什么话也不敢说 他把手里那桶红油漆 更是掉到了地上 见了自己一身 只有他妹全然不怕 他挺着肚子 拿孩子当武器 对着上了吕顺 你家 怎么可能是你家 是我们家 你凭什么住在这里 吕顺白白手 有人租给我了呗 租出去了 三个人一口同声 都尖叫了起来 不可能 胡柯 你快出来 你是他找的情夫是吧 嘿 我最看不起你这种人 话未说完 吕顺一巴掌抽在了他脸上 他咬牙凝笑 身上的骨子气势 吓得三个人 好学没当场尿了 首先 我不是情夫 这房子就是我租的 其次 我有老婆 他身体不太好 已经休息了 你们要再搁着闹 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 他妹和他妈都被吓傻了 吕顺浑身散发着一股 野兽的危险气息 只有他爸反应过来了 直接躺倒在地上 哎哟 哎哟 我老人家怎么经得起你这么大哟 还有没有良心 女儿 快报警 今天你这王八蛋 不赔个十万八万的 别想走 吕顺眉头都皱了起来 他没想到 老人竟然能这么无耻 叶一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他不能就这么离开 吕顺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王善他妹抓住机会 大骂 怕了吗 怕了就乖乖 把房子让给我们家 你自己再去活那婊子 吕顺拳头死死握着 嘴里念着 好好好 既然我赶忙给他打个电话过去 告诉他 没事 他们想报警就报警 剩下的事我会处理 我到警局的时候 王善他爸已经跟警察吵起来了 什么意思 没有赔偿 你们警察就会欺负老年人是吗 嘴 父子俩一个德行 他坚称自己被吕顺打了 可身上咽不出半点伤 吕顺坐着 强忍着怒气 王善他爸又骂 你看这小子穷凶极恶 撞得跟头牛一样 能是啥好东西 吕顺了他一眼 又不说话了 只有王善他妹躲在最后边 天油加醋地指正着吕顺 我跟警察说明了情况 顺便把监控录像也交给了他 他看过以后 就说我和吕顺可以走了 王善他爸气疯了 这什么事道 把这对狗男女放了 把我们留在这 你疯了吧你 警号多少 老子投诉你 民警义正言辞 王建强先生 你现在涉嫌寻衅滋事 破坏公共秩序 以及扰民罪 你还要再加上罚爱公吗 他一下牙火了 嘴表得像只老鸭子 王善他妈还想说话 被他直接抽了一巴掌 够了没有 真想把我老头子送进去 快让你那狗崽子 滚过来熟人啊 吕顺办完手续之后 就要走 一提到王善 他眼里愤怒就沸腾了 他说王善居然还没死心 还在骚扰着叶依依 不过现在是在网上了 民警正好在通知王善来局里 把这帮牛鬼蛇神接走 可他说 什么玩意 别爱着老子当网红发财 我没他们这家人 懂吗 网红 我拿起手机一看 他居然利用起了先前的流量 又开了直播 叫打不死的彩跳哥 镜头里 王善夸夸其谈 刚刚是精神病院打来的 说有几个人非说是我家亲戚 你知道的 人红是非多 他爸妈的老脸终于红了 我扑刺一声没憋住 才发现大家都笑了 哄堂大笑 网上淡目清一色 都是骂他的 最多的就是小丑 舔狗 你们懂什么 老子这是极库里男碎片 等我开上了 一一不就是我的舔狗了 一番话 气得吕顺一拳砸在了墙上 手指出血 他一脸见笑 做着春秋大梦 直播人数蹭蹭 网上涨 他在直播间里骂天骂地 甚至骂起了我 我那个前妻 不说了 姿色尚渴 就是身材太差 要不是他舔我 我能和他在一起 死八婆 不等他说完 直播间又被疯了 他仍旧大言不惭 火速发了个动态 我还会回来的 彩票哥是打不死的 但当天下午 他就被官方全网封杀了 网友纷纷落井下石 笑死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殿堂级的小丑 就此落幕 可我知道 王山那死得行 没别的 比蟑螂还不要脸 比驴还倔 他居然还敢骚扰夜一一 一一 虽然我一无所有了 但是至少 我有为了你拼尽全力的勇气 你真的不愿意再看我一眼吗 那天 我接了个匿名电话 胡科 二部 老婆大人 一直以来都是我错了 你心里一定还是有我的 对吗 我知道 那是销声匿迹 躲了好几天债的王山 我冷笑一声 刚打算开骂 他抢先哀求道 我太饿了 老婆 你愿意借我五百块钱吗 就五百块 我买身像样的行头 晚上请你吃饭 请这个字用的绝妙 真是一点脸也不要了 我吃笑一声 怎么 当上乞丐了 王山 我现在可不是你攀得上的人啊 哎 你别这么说嘛 咱们当了那么久夫妻 怎么也有点 我挂了电话 听得出来 声音很低 王山过得很落魄 大概躲在哪个城邮村吧 可突然 门铃响了 那一家子还在城里游荡 所以我依旧住在一一家里 我刚走到门口 那半死不活的声音 却传了进来 一一 是我 王山 我知道 你可能不想见我 可是我已经为了你失去一切了 难道这样也不能让你为我动容吗 他贴在门上 嚎啕大哭了起来 我本以为他是真情流露 对叶一一实在爱得深沉 可谁知他哭着哭着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能不能借我吃一顿饭的钱 真的 一一 我知道你最善良了的 我快被饿死了 沉默 死一般的沉默 王山再一次刷新了 他在我心里的下线 等着人道主意 我从门缝塞了张二十块钱出去 王山一把扯过 高兴的跳了起来 一一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等我吃过饭 我就去找福克夫婚 只要拿房子把债给还了 我就能东山再起 你一定要等我呀 我心中又气又笑 果真不出我所料 他下一步就是要回家 对我死缠烂打 可幸好 现在那里住的是吕顺 是王山这辈子 最不想见到的人 我打开手机 掉出了监控画面 不想错过任何一点精彩画面 半小时后 王山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他敲门 调媚的大喊 老婆 我回来了 你不要再生我的气了 夫妻两个 哪有不吵架的呢 床头打架床尾和 对吧 见没人应门 他又说 小宝贝 其实都是一场 吕顺拉开了门 站到了王山面前 他将关节掰得咔咔作响 王山 是吧 误会啊 他话没说完 一把被吕顺扯住了头发 吕顺这些天积攒的怒气 彻底爆发了 这小子还真赶上门啊 谁老婆 嗯 你老婆还是我老婆 他一巴掌一巴掌 扇着王山的脸 只中不清 王山的脸被打肿了 愣是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很能耐吗 嗯 豪车呢 停楼下了吗 吕顺一记测踢 踢得王山干呕 又一记席撞 撞得王山失禁了 他拼了命的哭嚎 救命啊 救命啊 杀人了 哥 啊不 爹 亲爹 别打了 别打了 我真知错了 真知错了 吕顺仍不停手 我默默关掉监控 删除了视频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 巡逻车和救护车一起来了 王山和吕顺都被带走了 王山控告吕顺故意伤人 可街坊邻居都替吕顺作证 说是王山先上门 管吕顺妻子大喊老婆 百明了寻衅滋事 吕顺更是提出 是王山先要闯进他们家 有入室抢劫嫌疑 他最终只交了点罚款 就被放走了 可王山倒好 交不起罚款 还主动要求要住看守所 他这两天都在躲债 已经很久 没有睡过一个人能待的地方了 一家四口在看守所里团团圆圆 几个月以后 我搬回了自己家 这家我父母留下的屋子里 承载了太多回 王山最后抛下家人跑了 据说他在那么几天里 就欠了一百多万 注定是要亡命天涯了 他爸妈带着他妹 回了乡下老家 他爸妈给他妹说了 能不错的亲事 可那人不接受女方有孩子 这下好了 老两口加起来一百二十多岁 居然平白无故 生了个名叫金宝的女娃娃 离开了王山以后 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已经当上管理层了 我时常会想